87岁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出面道歉 因为他在一次闭门会议里面被曝 他在言谈之间发表了仇视同志的用词 之后梵蒂冈是立即发表了声明 但是已经造成伤害 整个世界引发了世界各国LGBT族群的热议 6月是同志骄傲月 美国波兰韩泰巴西各国都很盛大的举行 一年一度的同志骄傲游行 而同志朋友齐聚为相爱自由发声之外 也力挺民主自由 并且为最近世界的战士祈祷 被认为对同性恋群体相对友善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上月20日在罗马参与闭门会议时 因不慎勿用侮辱性词汇描述男同性恋群体 遭遗挺同人设崩塌 时隔8日后 范蒂冈发表电子邮件声明致歉 称教宗无意冒犯他人 也并非是故意要使用恐童语言表达立场 尽管范蒂冈致歉 但分析师人指出方济各此番诗言已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天主教LGBT族群对教廷的信任感恐怕也将大幅减弱 显然平权之路同志仍需努力 为了迎接6月的全球同志骄傲月 美国加州2日举行了盛大的同志大游行 活动现场聚集歌手舞者律师甚至政界人士 人人身穿华服手中高举彩虹旗 大声呼喊口号为爱与和平喝彩 上月25日在波兰 同样也有上千名民众齐聚北部的格旦斯克古城 举办一年一度的同志游行 民众身穿印有彩虹图样的上衣 顶着烈日首举巨型彩虹旗 为LGBT族群发声 不少当地居民也呼吁政府 尽快促进同婚合法化 希望所有人都能拥有平等相爱的权利 我希望我的国家终于成为一般的国家 我希望每个人都相同 巴西圣保罗今年依旧有数以万计的民众 走上保利斯塔大道 参与年度同志骄傲大游行 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次游行队伍中 有不少人都穿上了象征国旗颜色的 黄绿色上衣 希望在为相爱自由发声的同时 表达对国家的爱与支持 除欧美国家外 泰国同志骄傲大游行 二日下午也在曼谷街头热闹登场 上千名民众高举象征多元的彩虹小物 一路从国家体育馆出发 游行到上泰世界前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幅长约100公尺 覆盖住道路的彩虹旗 上百民众抬着旗帜往前行走 在欢笑声中呼吁新政府 促进同婚合法化 韩国的同志游行办得有些不顺利 虽然升为全韩最大的LGBT活动 但今年的首尔酷尔文化节 却在申请活动场地等行政程序上连连受阻 索性最后活动还是顺利开办 主办方也表示 今年参与游行的人数 已比去年的五万人多了不止一倍 显示民众的热情未见反增 由于受到加萨局势影响 今年耶路撒冷的同志大游行活动 无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战火阴影 虽然现场民众 大多还是高举彩虹旗 为LGBT族群发声 但也有部分民众 在声援同志婚恋自由之余 暗自为以巴战士祈祷 日前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台拉维夫市长 则取消了今年的同志游行活动 以示对战争与以国人质的尊重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PBS新闻网APP